哈喽大家好,我是祝星小康,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 那五一的时候我去了一趟顺德啊,参观了和美术馆 这是我看过的第一个安藤中兄的作品,现场还是让我非常惊艳的 应该有很多观众朋友们也去过了吧,去过的话可以在屏幕上打个一 那往常的建筑展呢,基本上都是建筑师们寂寞的狂欢 那这次人潮涌动,男女老少齐聚的场景让我感觉非常的欣慰啊 能有这样一位火出圈的建筑师让大家开始进到他的建筑里参观 开始去看他的展,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那本期视频呢,我就再来添一把火 火凝土可以说是安藤中熊最重要的一个标签了 那这次呢,我们就来聊聊关于火凝土的故事 当然,火凝土的故事里肯定包含着安藤 首先我们来明确一下什么是火凝土啊 火凝土其实就是由凝胶材料、骨料和水经过一定比例混合 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硬化的这样一种人工材料 这里的骨料呢,有时候会分粗骨料和细骨料 早在古罗马的时候呢,人们就开始用火山灰加石灰作为凝胶材料 用碎砖碎石作为骨料来制作火凝土了 那个时候呢,人们会修筑一些大型的防御工事 如果全部用砖的话,那是相当废料了 所以他们会在外表皮的两层整整齐齐的砖中间去倒入这种混凝土 一来作为填充,二来也是一个加固的作用 那另外一个非常著名的案例呢,就是万神庙 它建成巨金已经接近2000年了 穹顶的跨度达到了43.3米 是足以放下一架波音737飞机的 它的建造方式是先用木头去撑出这个大概的形状 然后用砖做拱作为主要的结构 然后在缝隙当中填充混凝土 通过一些木头的模板的使用呢 实现了这种凹凸的视觉效果 那此后的1000多年呢 人类其实还是都需要依赖火山灰这种天然材料来制作火凝土的 直到1756年呢 英国的一位工程师叫John Smitten 他意外地发现把黏土和石灰石放在一起 经过断烧也可以形成类似火山灰的材料 从那以后呢 人类才逐渐掌握了人工制作混凝土的工艺 不过在混凝土刚被人类掌握的早期呢 大家还不是特别会用它 Offenbach在1879年的时候做过一组混凝土景观亭 这个亭子跨度非常的小 大家可以看到他却用了非常厚重的混凝土来做 这其实是受限于当时的人们大概只见过 用砖或者石头砌成的这种厚的拱 又没有见过薄的拱 这其实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吧 在人们刚刚发现某种新事物的时候 还无法跳出原有的 思维定是常常会拿新的东西去做旧的事 那在1849年的时候呢 法国的一位园丁叫Joseph Monnier 他将铁丝和混凝土组合在一起 制成了一种比较坚固的花盆 这个其实解决了之前混凝土常常存在的 一个抗拉性能不足的问题 那之后呢 法国的一位工程师就受到了他的启发 把这种材料组合用到了建筑领域 在1892年的时候发明出了 钢筋混凝土建造系统 关于钢筋混凝土受拉受压的力学问题呢 我就不在这赘述了 简单来说钢筋呢 非常的受拉 混凝土非常的抗压 二者因为膨胀系数相近 所以能够结合在一起 发挥非常好的一个力学的性能 那比钢筋混凝土更近一步的呢 其实还有一个东西叫运营力混凝土 华语学者林童妍 在1965年的时候出版了一本著作 叫运营力混凝土结构设计 那这本书在运营力混凝土发展过程中 是非常重要的一本著作 因此它也被称为运营力先生 那说完了材料技术方面的历史呢 我们来看看建筑师们 是怎么运用这样一种材料的 1904年的时候呢 荷兰现代建筑的祖师爷贝尔拉格 就在一次国际建筑论坛上说过 混凝土可能会激起一次 彻底的建筑的变革 建筑师们应该更多的对它进行了解 那这个预言可以说是神准了 1914年 伟大的科布希耶终于登场了 一张多米诺体系概念图 改变了之后百年的建筑走向 那科布认为呢 以钢筋混凝土这种 抗压抗弯的优势 应该被用来做框架结构 相比于西方传统常用的气体结构 强承重的结构来说 它具有更强的灵活性 并且在它的著作 《走向新建筑》中提出了新建筑5点 这个呢 我在之前的视频当中 其实有相对比较详细的介绍过了 大家可以过去看一下 总之呢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变革 把建筑从古典建筑或者说传统建筑的时代 带到了现代建筑时代 那刚刚提到钢筋混凝土抗弯 那其实木材呢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抗弯的材料 这个在我们东方用的比较多 1958年单下建三大概是看到了这种相似性吧 它用类似木结构的形式逻辑去设计建造了香川县厅设 你仔细看这个建筑是不是有一种矮一点的木塔的感觉呢 因为它的端部其实是露出了混凝土梁的这个截面 而且这个截面的比例跟常见的木材的比例是很像的 那同时呢钢筋混凝土肯定也是非常抗压的 所以它也非常适合拿来做拱 关于抗压的材料为什么适合做拱呢 大家可以放回我之前的这期视频 我用做模型的方式非常详细的解释了这个事情 在1957年同时是建筑师和工程师的Neville设计了小罗马工 如大家所见巨大的混凝土穹顶优美地覆盖了整块场地 这才真正让混凝土施展了自己的拳脚啊 而且钢筋混凝土做拱其实还可以做到更薄 1958年的时候Felix Candela做出了薄如蝉翼的双曲混凝土拱翘 以大概5厘米的厚度跨越了30米的距离 在1994年的时候他又在瓦伦西亚复刻了这个东西 那有幸呢我去参观过现场真的是太震撼了 你觉得那个东西就像煎柄里那个薄脆或者是鸡蛋壳一样 就那种脆脆的感觉但是它非常的牢固 那除了去做一些木材啊 专案之前做的工作呢 混凝土其实还尝试过去做钢结构的一些工作 在1924年的基索亚仓库上 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他用了现在我们在钢结构里面常见的一些形式 而施加过运用力的钢筋混凝土呢 又可以实现非常轻薄的出条 比如1934年的著名的企鹅池 这个轻巧的螺旋的企鹅跑道就是用这样一种技术做出来的 不过呢在这些领域后来被验证钢结构的优势还是巨大的 所以后来混凝土呢就不太搞这些了 但他还干过更神奇的 他甚至模仿过布料 1998年葡萄牙建筑师西扎在里斯本的海边做了一块漂浮的帆布 跨度长达70米而厚度只有20厘米 这个就是我当时拍的照片 现场的感受真的是不可思议 那其实严格意义上讲呢 它并不是一个混凝土的结构 真正的结构是露出在两端的一个施加过运用力的钢锁 然后混凝土包覆在外面形成一个完整的盖顶 还有一个是建筑师武仲 就是设计了悉尼歌剧院的那个建筑师 他在哥本哈根做过一个教堂屋顶 是像云彩一样翻转卷曲的混凝土 那要说造型更夸张的呢 其实还有就是2016年建成的台中歌剧院 由日本建筑师伊东风雄设计 这个我觉得可以说是混凝土造型能力的极限了吧 整个建筑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空间结构 你分不清哪里是墙 哪里是地面 哪里是洞穴里面 哪里是洞穴外面 混凝土在这里呢 既是承重结构 也是空间分隔 还是最终的外在的形式 一个人干了几乎所有的工作 具有某种哲学意义上的连续性 而且它的施工也是非常非常难的 国内呢其实也有类似的作品啊 比如2018年由OpenShoe所设计出来的沙丘美术馆 还有最近刚刚建成的MAD设计的海口云洞图书馆 都是一种寒洞式的异形的空间 非常的惊艳 而且施工非常困难完成度也很好 他们是用一种类似造船的工艺 用木头搭这个建筑的模板 然后再胶住混凝土 最终呈现一个混凝土的建筑 那最后呢我们来聊聊关于混凝土的颜值 这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 因为在某种传统观念当中呢 材料是有笔式链的 比如最高级的是大理石或者贵金属 那像砖这种人工材料可能就相对刺质了 像混凝土这种粗糙的人工制品 那基本上建了谁都要叫大哥的 所以在古代呢 基本上混凝土不太会露在表面了 而在20世纪初期的现代主义建筑早期呢 大量的混凝土的房子都会被刷成白色或者是彩色 掩盖它本来的样子 那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呢 大家终于觉得所有的房子都刷成白的实在太无聊了 这个时候呢又是刻布站了出来掀开了这层折袖布 它开始在它的建筑中把混凝土赤裸裸的展现出来 慢慢呢也被大家接受 后来形成了所谓粗野主义或者野兽派 当混凝土开始被显露出来的时候呢 建筑师们发现了好玩的事情 因为混凝土它有一种能力就是复刻它模板的表面 你用什么东西做模板 它就会非常精准的把那个表面的质感复刻出来 于是呢建筑师们开始玩起了模板 科布甚至在他自己的房子上留下了自己的分析图 我母校TOD校园当中非常忠心的一栋建筑 AULA就是粗野主义建筑的代表作 巨大的体量和非常原始粗糙的表面 给这栋建筑带来了非常强的力量感 那正是由于混凝土粗野主义建筑这种力量感 还有它造型的灵活性可以做出很多夸张的东西 巨大的东西 它常常被一些极权政府用来展示 某种巨大的夸张的宏伟的纪念性 比如前苏联就用了很多 那当然它也有精致的运用 在1969年荷兰建筑师Edwin Eck 他做的一个小教堂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暴露出来的混凝土 其实都在讲述自己的结构逻辑 混凝土的气块呢肯定是受压的 那整块的混凝土粮是受弯的 你会清楚的看到是哪一根柱子拖了哪一根粮 构建之间非常微妙的那个缝 展示了这种结构上的逻辑 那尽管粗糙的混凝土也挺好玩的 但是建筑师呢肯定不会满足于此 这个时候呢路易斯康站出来了 他觉得混凝土是融化的岩石跟大理石一样 可以做非常精致非常高贵的东西 所以路易斯康开始用非常精确设计的魔术 和高质量的模板去浇筑混凝土 使得清水状态的混凝土 就呈现出非常非常好的质感 在1965年的萨克尔生物研究所中 康西新照料的混凝土 呈现了几乎超越石材的质感 到了1972年的金贝尔美术馆 经过处理的天光散射在光滑的混凝土上 甚至出现了金银剔透的大理石的感觉 那么既然清水混凝土可以做的这么精致了 那我是不是只要生产一个高质量的模具 就可以生产出大量的高质量的混凝土了呢 确实是这样的 而且有很多建筑师也这么干了 那不知不觉来到了上世纪70年代了 我们的主角安藤忠雄终于登场了 1976年的时候 安藤设计了一个住籍的长屋 整个房子就是一个混凝土方块 奠定了他自己非常鲜明的个人特色 那此后的一系列作品 比如大家熟悉的光之教堂 水之教堂这些 也都充满了混凝土的运用 不断加深的人们 对于他清水混凝土诗人这个印象 那安藤忠雄用混凝土呢 其实跟我们前面提到的西方建筑师用混凝土 做出来的粗野建筑也好 路易斯康做出来的精致的混凝土也好 都不一样 那粗野主义建筑呢 一般都尺度比较巨大 适合从远处看 它的气势非常的强 展现的是混凝土的 非常具有力量感的那一面 而安藤忠雄的作品呢 尺度一般都不大 比较亲和 适合走进内部去仔细地观看 它所展示的呢 就是混凝土朴素亲切的那一面 这个其实跟日本传统中 对于普卓的审美是一脉相承的 是一种介乎于精致和粗糙之间的 一种比较亲近自然状态的一种审美 那说到混凝土 还有一件不得不提的事呢 就是光 大面积的混凝土实体 跟光在一起 能够产生鲜明的素描的明暗关系 而在建筑内部 光线的直射慢射 给混凝土带来了非常丰富的层次 尤其是阴影中的暧昧关系 加上混凝土表面不可避免的 不完美的状态 这种模糊不清实在是非常令人着迷 我这次去的和美术馆呢 就给了我这种感觉 螺旋楼梯从下面看 有很强的体量感 摸着细腻的混凝土墙壁 走到上面往下看 能看到各层的人的流动和互动 圆形的天窗 把太阳和天空中的云彩打入了建筑内部 随着时间变换照射的位置 又随着天气变换亮度 给这个非常结实稳定的中庭 带来了不断变换的动态 那之后呢 时间慢慢来到20世纪 时代的发展给建筑提出了更多的要求 各国家都相继出台政策要求建筑要有良好的保温性能 一方面是提供更好的舒适性 另一方面也是节能嘛 所以我们就越来越难看到那种 从里到外都是混凝土的纯粹的构造了 不过呢工程师们又搞出了保温混凝土 2007年David Chipfield建成了他们在柏林的工作室 就是采用了非常厚的保温混凝土 从而实现了这种从内到外都是混凝土的统一性 实现了建筑师的强迫症 我们前面说 保温混凝土是一种被动式的保温 其实也有主动的办法 2006年 魅岛河市在卢尔区做了一所学校建筑 展现了魅岛一贯的非常纤细易碎的美学风格 混凝土墙被做到了不可思议的薄 而35米跨度的混凝土炉板更是完全看不到凉的存在 那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它就是采取了一种主动式的保温策略 因为这个项目在卢尔区嘛 那里有矿井矿井地下一千米的地方呢 其实有常年恒温30度的水 而这些水需要被持续的抽出来 原来就流入河里了 那魅岛用了一个热泵提取这些废水中的热量 并通过细导管导入墙体内部 使得如此薄的混凝土墙 能够通过德国严格的保温审查 至于那个35米乘35米的无凉楼板呢 是因为楼板内部填充了气球 其实就在内部形成了秘密的紧格梁 在保证结构高度的同时呢 又减气了非常非常多的自重 那还有一个很好玩的案例啊 就是这个 2017年祖母托在德国的乡间做的一个小教堂 这个建筑室内外是联通的啊 所以没有保温的要求 有趣的是它的建造方式 内部呢用粗糙的原木搭出了空间的形态 外面罩上模板一层一层的胶筑混凝土 最后一把火烧掉了内部作为模板的木头 这个建筑就完成了 这个实在是太酷了 这栋建筑远看呢 它就像田野上的一个麦朵 走进去之后可以看到粗糙的墙壁 保留了原木和火烧的痕迹 脚下是被融化的铁丝滴落形成的地面 墙面预埋了透明的材料 透出点点星光 走过一段窄窄的过道来到中间的祈祷室 但随着些许烛火 天光洒下 上帝在那一刻就降临了 这栋建筑真的是太失忆了 从最初的建造的方式到最后呈现的结果 从作为一种天然材料到可以人工制造 再到找到了钢筋这个合作伙伴 从不会使用到探索出量柱体系和各种大跨度 从被掩盖在涂料之下 到粗糙的暴露出来 再到精细的被设计处理 混凝土这种材料跟现代建筑的发展 可谓息息相关联系非常紧密 这下大家可以理解 为什么建筑师们都对混凝土如此钟情了吧 我最近也在做一些混凝土相关的东西 不过是小东西了 给大家剧透一下 这是一个手机支架 还有很多个其他的就不剧透了 我之后拍视频给大家看 所以 混凝土你想成为什么呢 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对混凝土这种材料 更适合去做什么东西的一个提问 就像路易斯康当年问砖你想成为什么一样 问混凝土想成为什么 其实暗含了一种建筑师对材料特性的理解 以及将这种理解运用到自己的设计中 寻找这种材料的最佳使用方法的过程 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值得探究的 也是一个非常难回答的问题 那么安藤忠雄是答案吗 我想它可以被认为是一定地域一定时期内的某个答案 而且是非常优秀的一个答案 但它肯定不是最终的答案 我们都知道安藤受科布影响很大 在60年代它走访了几乎能找得到的所有的科布作品 包括科布在印度做的一系列巨型的混凝土建筑 但它没有停留在科布 它找到了混凝土现代建筑和日本传统美学之间的一种 非常深层次的地域化的结合 这是一种真正的对传统建筑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这个也是我觉得安藤忠雄最厉害的地方 那问完了混凝土呢 其实同样的道理我们也可以问一些其他的材料 比如现在刚刚兴起不久的3D打印建筑 它又想成为什么呢 我想随着技术的进步 美学的发展 这又是一个可以让建筑师们探索百年的问题 那OK今天视频差不多就是这样了 你觉得怎么样呢 你有什么关于混凝土或者安藤忠雄还想说的吗 欢迎在弹幕评论当中留言 欢迎点赞投币收藏一键三连 那如果你愿意转发给你其他的朋友看呢 我非常的感谢